疫苗是帮助预防传染病的最安全方法之一 它们可以帮助保护你和你的亲人免受2019新冠肺炎的伤害 很多研究人员和科学家一直在致力于开发疫苗 以保护我们免受新冠肺炎的感染 为了了解是否不同的人对这些疫苗有不同的反应 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参与了新冠肺炎疫苗临床试验 以确保我们掌握的数据能代表不同种族、民族、性别和年龄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医生 对这些临床研究结果进行了评估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可以向公众保证 我们已经仔细审查了所有可用的生产、安全和有效性数据 在批准抗新冠肺炎疫苗后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将继续监控其使用过程 以及确保其没有安全隐患 一旦疫苗问世 你就应该接种疫苗 以保护自己和你的亲人 当每个人都接种疫苗后 我们就可以和亲人们一起重新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